人到中年记得养肝 肝越好 筋骨越强 耳聪慕明 睡觉也更香 人到了中年一定要养肝 因为肝藏血 还主管一身之气 而气血就是生命的根本 可以滋养筋骨五脏五翘心神 所以肝越好 气血越通畅 筋骨也就越强 眼睛越亮 耳朵越好 睡眠也更香了 那养肝呢 主要分为三步 第一步就是疏通 因为现代人呢 时刻有九个都存在肝气淤质的情况 平时呢 容易出现一些胸闷 喜欢长叹气 情绪不好 焦虑 急躁 或者闷闷不乐之类的情况 像有的人呢 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嗓子眼里有痰 或者脾胃消化差 腹胀之类的情况 这种我们就需要及时疏肝 可以参考中药 柴虎 佛手 煮水喝 或者是中成药 柴虎 疏肝丸 第二步就是清肝 毕竟肝藏血 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一周后就会回到肝脏里 其中自然夹杂着一些湿 淤血之类的 这种叫做恶血 这种东西呢 会反过来阻止肝气运行 时间久了 还容易出现淤脂化火的情况 这时我们不光会出现情绪急躁易怒 一点就炸的情况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口苦口肝 食欲下降 或者是头痛 头胀 失眠 身上刺痛的情况 因此就需要对症参考疏肝解瘀化瘀血的中成药 比如学府注意玩 或者是清理湿热的中成药 龙胆泄肝丸之类的 最后才是养肝 主要就是肝中阴血 毕竟肝藏血 同时肝阴肠不足 像是肝阴亏损的人 他不光会性格偏急躁 可能还会出现明显的口干口渴 手脚心发热 身心烦闷 坐不住 或者是失眠睡不着 眼睛昏花 迎风流泪 或者是脚后跟酸痛 腰酸凋痛 筋骨发软的情况 毕竟肝肾阴血同源 肝阴不足也会引起肾阴的亏损 因此到了中年 我们也需要及时去补肝肾养阴血 可以参考一个龟勺地花丸条理 那以上就是关于养肝的内容了 另外我们主要是分享思路 不是让大家盲目跟风用药 像很多粉丝朋友就喜欢问我 这些药是不是得一起用的问题 当然不是了 但是涉及用药 必须要根据刺身情况对症条理 盲目乱用的话 轻一点的是浪费钱没效果 严重的可能还会耽误病情了 因此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